一个成熟稳重 懂事的阳光男孩 大学里面我做了四年的班长 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是性格 还是人主事的方式 都有很大的改变 我想通过更多的机会 来不断地发挥自己更多的价值 三位BOSS 三位HR专家 主持人 现场及电视剧见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温洪涛 25岁 来自美丽的岐城之乡 和世界乌广之都江西干州 毕业于江西主张学院 曾经到泰国青麦大学学习 大学期间呢 担任过班长 学生会主席 和学院田径队队长等职务 大学毕业之后 曾经到海外 从事过海洋爆破相关的工作 我对自己的评价和总结是 我是一个身材矮小 但是内心充满力量的暖男 也是一个成熟稳重的90后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运营类 最好能用到英语 或者和西方文化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是90后啊 是的 那也是90后 这两个人看上去 咋这么不一样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特别有趣 他干的事有趣 而且呢 他锻炼口才的方式 也极有兴趣 先说一下 你为什么会到 这个远东去做爆破工作 什么叫爆破工作 音渺鞋 asко是转砖 砖海底的硬石头 缸那个玩意刚感吗 比如说要tods 寬拓身航道 或者是运河 或者是港口港池 回转航等等 所以 做建设是吧 类似 有危险 有危险 但是不会是像陆地爆破那样 因为是在海上 可能是水下十几米 会把鱼炸上来吗 对的 会把海龟炸上来吗 也有过 真的 真的 待会PPT 你有PPT 现在我想看一下 把海龟炸上来什么样 那条鱼是你炸上来的 我帮忙捞上来的 就是炸死了 捞上来的是吧 对对 是一条二十多公斤的 好像是黄鱼 那个海龟也是炸上来的 海龟也是被炸死的 不是 你们太残忍了 海洋保护协会的人会说你们的 对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其实这是在我们可允许范围之内 因为我们从事海洋爆破工作 也已经请来一家英国的海洋生物咨询公司 帮我们做全部的规划 所以整个过程是 在他们的程序里面进行的 所以这还是最小的牺牲了 这是对他 那鱼你吃了没有 吃了 来 下一页 下一页是生活部分 喜欢旅游 喜欢体育 也喜欢捣弄厨房 也喜欢唱歌 因为偶尔做做兼职的翻译或者家教 我还有一个坚持了13年写日记的习惯 写日记的人都是好有秘密的人 可以说是吧 你的日记里有谁呢 今天晚上会不会回去把这写下来 肯定会 肯定会 对 我还有一个想要记日记的原因是 我喜欢英语 所以到大学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用英语记的 右下角那幅图就是 我英语学习的一个截图 我当时还有想问一下 你的日记的内容更多的是负面的情绪还是 积极的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成长的过程 随着我的心态的改变 更多是用一种积极乐观阳光的事情 态度去看待 然后去写出来事情也是这方面 和洪涛一上场 给我们整体的感觉是有礼貌 有亲和力 非常踏实 安稳的一个候选人 有这样不像他年龄的沉稳 是的 他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大家看过那个周星驰曾经演过的一部电影 就为了练口才站在河边 把鱼都骂死了 他的方式跟着差不多 但是他的方式是 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 他为了转变性格 一个人同时跟五个女生吵架 来锻炼自己的口才 后来成了女帮主 有一次遇到一个寝室的女生 五个女生 集体要在晚上 非打扫卫生的时间 打扫卫生 所以我作为班长就要阻止他们 不要妨碍我们自习 然后他们不听 然后就跟他们吵起来 打扫卫生怎么妨碍你自习了 不是 他已经开始进入吵架模式的时候 就是跟在家里面 女人在那打扫卫生 影响你工作了吗 没影响 当然了 旁边扫地 当然影响你工作了 女一号开始了 我特别赞同你 女一号开始了 继续应战 现场我很意外 主持人会提到 我在班级上跟五个女生吵架这个事情 并且更让我意外 是让我模拟跟老板吵架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是 比如说晚上八点四十五之前 是自习时间 有人坐在座位上 是没有办法打扫的 你在这儿好好的学习 快点顺服他 脚让一让 你学习 你写字 脚抬一下 我把这个扫了就行 我不影响你 地上就有一个纸而已 不 已经像 已经有人跟我说了 你们影响到了我们学习 然后呢 规定的打扫时间是 九点三十五以后 所以对不起 可是我爱劳动要班长 我今天要早点回家的 很欣赏你爱劳动 但是麻烦你做一下时间 我们的生活委员 我特别地赞同 因为他是为我们的 学习环境变得更美好 今天他是来晚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让他履行完 他的打扫义务 可是抱歉 我们剩下有三十五个人 我要考虑大部分 抱歉 你作为班长 你本来就失职了 你为什么不把 卫生环境打造好 让我们好好上课呢 我是看我姐妹斗不过你 我觉得你这有硬伤啊 对不起 我手上就是有硬伤 所以我输了 我觉得跟老板 这件事吵架 结果是 再提前就可以预知的 但是我希望能够 在这个过程中 我能够展现自己 能够让老板们知道 我自己所坚持的 这些方式是什么 鸿涛 你想应聘的是 运营管理方向 对 但是呢 刚才你在这个 对应的讲话中啊 完全没有展现出 协调能力 对吧 这三个无赖 置三十五个人的 利益于不顾 你没有去给他们 讲出道理 对吧 反而被讲的 压口无言 最后你说我输了 我觉得你在 做运营管理 这个基本的 你的这个能力 是不具备的 你怎么办 我回答有两点 第一点是 既然是无赖 就没有必要协调 就告诉他们 你自己坚持的点就好了 第二点是 刚刚的话 我说我输了 你更像警察 你不像公司里边 做运营管理的 遇到一些质疑 像立总说 我不适合 做运营这块 我觉得目前 我的阶段 确实在 运营管理这一块呢 缺乏经验 也缺乏一些 自己的专业方面的东西 这是我成了 也要很感谢 立总给我提出来的 你这么跟女生吵架 你在大学里 谈了恋爱 谈过 这上面写 她的恋爱 分分合合六次 六次都是 你说分手 还是她说分手 都有吧 为什么分分合合六次 主要是 两个人 一个是想法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 两个人 都没有 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去看待 两个人的感情 日记里面 满满的都是她吧 内论都撕了吧 不会是 我觉得这是 感情也是要锻炼的 好了 你今天来应聘 运营管理方向 你要求薪资多少 6K 6K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广州深圳 其他地方不考虑啊 考虑 好 来第一轮选择 去考虑 大家还蛮喜欢你啊 来 天生我有才 直闪考题 假如你失业了 只能从以下四种职业当中 选择一种职业来做 你最有可能会选 A 快递员 B 酒店前台 C 美发师 D 化务员 单选 B 酒店前台 这么坚定 为什么 我会比较喜欢 因为那是一个 更倾向于人跟人之间 接触服务的一个行业 化务员不天天说话吗 美发师也是啊 但不是面对面 那个的话是提供服务 我喜欢微笑 美发师难道天天垮着个脸吗 对啊 但是美发师更注重 你的手上的技术 但是他刚才选的很坚定 对的 好像感觉他 做梦就想做那个职业 是 我挺喜欢酒店行业的 我经常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冲我的顾客微笑 所以三位老师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考的呢 就是当你的职业生涯 出现拐点的时候 你如何做职业规划 选A和B呢 都是一种被动的行为 但C和D是主动行为 从你刚才选择这个B来看的话 跟你要做的运营管理的工作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谢谢 那个任人专业 那我有一个想法 刚才我也在想 他为什么会选B 其实很多酒店的总经理 都是从前台 一步一步做到酒店总经理 我们可以去想 那个温宏涛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 在管理上的这个 晋升意愿的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又是服务经人格 如果我觉得他有管理的意愿 就是觉得高大上嘛 那说明他还是有营销的潜质的 对对对对 是这样 这个在你这四个选项上面 其实是你更倾向于哪一方面的工作 快递员可能更倾向于执行类的工作 酒店前台 其实他喜欢做运营类的工作 美发师是更创意型的工作 化务员可能更偏沟通 那么你所选择的 正是你想希望的方向 其实没什么毛病 但是他没有展现出这个能力 我觉得他可能更偏向于 做一些执行型 就像我们说的警察 确定的规则 千万不要变通的 他才能够去做 在哪的前台 也不会有12个老板同时出现 像炸雷一样 对不是运营港 恰恰不是在有规则 说错了在哪的前台碰到的复杂情况 都比今天的要复杂10倍20倍 好了 大家的意见 差不多是类似的 就一个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你也懒得打理他 你让他保持自己 你们觉得合适就留灯吧 他要唱歌呢 你这不是写着要唱歌 你看着我干什么 后面没唱 这场测评提供唱歌吗 温红涛吗 有唱歌吗 其实没有准备没考过来 但是你想唱一下什么 那你唱什么 唱一次就好 我最喜欢的歌呢 想看你笑 想和你闹 想用你 如我怀抱 上一秒 红着脸 在争吵 下一秒 转身就能很好 唱歌这回事呢 其实在休息室的时候 我自己试着练了一下 让小伙伴给我试 评价一下 他们说放不开 所以我临时已经取消了 可能是因为沟通原因 我当时比较紧张 有一点懵了 然后但是我 尽力去呈现自己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快大笑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 悄悄闹闹 你可知道 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谢谢 你笑啥呢 一直跟疯了似的在那儿笑 你笑啥呢 没有 没有 我就觉得 他唱歌还真有费欲轻的感觉 一次就好 回到你的求职岗位上来 运营工作 刚才有些人反对 有些人赞成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想做运营工作呢 跟我之前 所从事的工作 算是类似吧 运营 还有执行这一块都有参与 那你能说说 做运营这个工作 你有什么优势吗 总结一下 三点 第一点是我个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成熟 稳重的90后 在决策上 或者执行上的话 会有认定 第二点 计划很细心 然后很长远 会做得非常非常的细 这是我在职场里所吸纳的一些经验 第三点是 我是一个比较能吃苦 能够有 比较有耐心 也比较用心的人 温洪涛要求的薪资是多少来的 六平 运营工作 各位考虑一下是否留灯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五盏灯 来 冷雨璇提供职位 实际上 其实有一个职位是地区运营主管的工作 对 谢谢 好 谢谢 微华营养提供给你的是供应链的管理 工作地点是上海 谢谢 允风 咖啡机愿意给你留的岗位是 自由意义项目的运营部储备干部 谢谢 两岗位 一个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运营专员 一个是我们的品控专员 那都可以在广州或深圳工作 谢谢 世墨智能家居 技能所事业部的运营加盟专员 谢谢你 谢谢 灭三盏 留两盏 去吧 谢谢 谢谢 林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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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成昊贫风谈琴 不擅感情 谢谢 谢谢 解下你们的薪酬 来 请揭晓 都是六千家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可以提一个问题 今后的输出方向 你既可以走技术路线 专业研发路线 也可以走运营管理路线 谢谢 银芳 自由意就是今年落地的项目 是一款基于智能咖啡 售卖机的一款 无人自助DIY咖啡馆 像你这样的储备干部 未来会输出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运营管理干部 从电务管理学习开始 然后未来到总监 以及项目负责人 这是运营这条线 那另外还有一条线 就是刚刚我基于你 原来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从营界你也是可以的 咖啡机欢迎你 来 把另外施展灯亮起来 其实这小伙子还算是不错 大家还有机会 有没有超过于6000的薪资 7000加吧 有没有超过于7000 好 来 把另外酒盏灯灭了 来 你为什么加到7000 首先我因为是叫 我们刚刚身边有个品控管理 一方面的职位 我因为比较适合你人的 安全管理这一块 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黄金明 代替这两当中的一位 好吧 考虑一下10秒钟 你的决定是 不代替 谢谢 为什么 我想回到教育行业 已经有选择了 欢迎你 10秒钟做出最后的决定 因为奇迹还有可能发生 优胜教育 咖啡之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是吧 谢谢 跟老板的交流 让我生活最大的 就是要在专业上 多去了解 比如说运营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沟通交流方面 要学会灵活一点 多了两个月的消费